所以现在整个教育 猫跟狗它是动物 它是欲望要满足 你怎么把人都引向欲望的人生观去了呢 老祖说说 欲是深渊啊 你看现在的孩子大学还没有毕业 这么会花钱 那不都是顺着那些欲望的 理论教出来的孩子吗 怎么会偶然呢 四出都必有因的啊 所以这个灾祸来自于 我们没有信心啊 外国的月亮比较远 都没有判断就把它们都拿来用了 所以有时候还会问朋友 问同事 因为没信心嘛 就问说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然后朋友就会很严肃的说 你要听真的还是假的 听真的可能心脏还要做好准备 不能心脏发作了 确实没有信心 但是读了这些经句 我们坚信啊 老祖宗讲的都是真实语 不会骗我们 所以一下心安了 啊 我有本善 我有明德 不会自卑了 但老祖宗又告诉我们呢 习相远言 狗不叫啊 姓乃千 我们也染上了一些恶习惯 所以有自知之明 不会傲慢 赶紧要对峙这些习气 一刻都不能停留 那不可能会傲慢 因为自己都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足 不自卑又不傲慢的人生态度 在一句教诲当中 你领纳进来 你的心灵 你的人格就转了 好 所以 学的不再学很多 在句句都能领纳 句句都能去做 就能有很大的受用 而这个信相近呢 不只是自己有了信心 我们坚信这一点以后 我们面对任何一个生命当中的有缘人 我们决定不会怀疑他们 您当老师 你相信每个孩子以后都可以成圣成贤 你当父母 你相信一定可以把孩子教好 你当老板 你当领导者 你坚信不移 人之出信本善 这一份信任 那份眼神 能够感动你生命当中 非常多的有缘人 你那个眼神会让他 特别的震动他的心灵 觉得好像很久 没有被这样的眼神 信任过了 我记得我当时候在学校教书 有一个孩子呢 已经被三所学校赶出来了 到我们学校是第四所 结果这个孩子呢 有一天又犯了大的错 就很落寞 坐在楼梯口 我看到他的背影 觉得他可能是很沮丧了 我就坐过来陪他 他当时就说 老师 我想死 我说你为什么想死 大家都不喜欢我 那人家为什么不喜欢你 他自己也把原因找出来 我都打人 我都骂人 其实在他最沮丧的时候 我们陪他坐一下 这个孩子就很信任我们 结果过一两天 因为我当时就送给他一些书看 结果 一两天之后 他到我的办公室门口 很害羞的样子 在那里走来走去 我一看他的表情 就知道找我的 我就出去了 然后我说 有什么事要找老师吗 他在他的手臂上 自己画了一尊释迦摩尼佛 画得非常好 他还遮起来很害羞 怕我看 慢慢慢慢的 把手放下来给我看 诸位长辈 诸位兄弟姐妹 大家想一想 他在画那尊释迦摩尼佛 他那个当下的念头是什么 是佛陀那个慈悲的像 他的整个心灵都跟这个慈悲的像相应 所以我们信任他 他会觉得要好好做 不能让信任他的人失望 所以人一相信 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圣贤的 您的眼神就可以积功累得 您的眼神就可以唤醒很多人的信心跟志气 我自己成长过程当中 我肢子也是不好 我记得我一到四年级成绩都不好 有时候还考班上才四十多个同学 我有时候考二十几名 而且我妈妈就跟我同一个学校 一般来讲 学校老师的孩子 印象都是不是第一名 最少也要第二名 好像这个是行规 那老师都会比来比去 假如孩子这一次考第二名 其他老师的孩子考第一名 那个老师嘴巴会翘得很高 心情很不好 我考这么差 我妈妈从来没有跟人家攀比成绩 还是相信 我的慢慢慢慢会进步起来 然后每一次考不好 我就听到我爸爸的摩托车声 我就在楼梯口等我爸爸 要跟我爸爸忏悔 结果每一次都没等我爸爸上楼梯 我就在楼梯上给爸爸讲 哎呀又考不好 我记得我父亲每一次都是笑着对我说 加油加油 从来没有因为成绩跟人攀比然后骂过我 但是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父母都很喜欢读书 吃完饭就去看书 整个家里面它形成一个读书的氛围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以身作者 我后来遇到一个我们青岛的校长 他讲了一段话很好 他的教育啊 不能急功近利 不能急于求成 会亚苗助长 适得其反 你今天把一颗蛋放到咸水里面去 请问 这个蛋会变成什么 咸蛋吧 请问你把这颗蛋放到甜水里面去 它会变成什么 甜蛋嘛 那迟早的事情啊 是吧 那你有好的环境了 那孩子迟早都会成才嘛 你干嘛急于一时呢 去跟人家攀比 攀比到最后 你压力也很大 孩子压力也很大 这个攀比来攀比去 真的造成整个家庭跟社会压力很大 我曾经听我们国家有一个顶尖的专业人才 他在大学教书 而且他那个专业是非常少人懂的 后来因为太太啊 常常攀比 某某教授房子又变大了 某某教授收入又多少 比到最后这个教授压力太大了 最后自杀了 所以这个攀比的过程 无形当中会让身边的人增加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人这一生啊 家人能同在一个屋檐下 那个是多深的缘分啊 要互相理解 互相疼爱啊 不是互相制造一堆的压力啊 所以爱是互相体谅的地方啊 爱是无私付出的地方 爱不是造成很大负担的地方啊 好 所以 谢谢 所以我确实在方方面面呢 成终于是有些成绩啊 包含财华啊 从小到大都没参加过什么比赛啊 还有长得又不帅啊 哦 人 所以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呢 就没有信心 但是我的父母始终啊都是很信任我 那 后来啊那份信任到什么程度呢 信任到 不忍心让 父母失望 你就会变得非常 自立自强 希望呢 父母对我们恩德这么大 应该做出让他们欣慰的事情 所以在129页啊 217句 217句也是在教化当中 我们看 这个句子提到啊 职产自政 名不能欺 这个是春秋战国时代 三位政治领袖 他们治理国家 治理一个地区啊 的成效 职产自理政国 他的能力非常好 他设计的制度也非常完整 百姓啊 不能欺骗他 这个要很高的能力才做得到啊 只见自善父 他治善父这个限 人不忍欺 就是感他的恩德啊 不忍心欺骗他 孔子有一个学生叫乌玛齐 在福子健 治理善父呢 三年之后啊 孔子派乌玛齐 来了解自己同学啊 治理的情况 刚好呢 到的时候是晚上 有一个渔夫 在打鱼 结果打上来的鱼 看了以后啊 又把他放掉 乌玛齐很好奇啊 就去请教这个渔夫 结果 这个渔夫就说呢 福子健大人呢 教导我们 万物啊 他都有生长的时间 这些小鱼啊 刚好就是在生长当中 我们不应该 补小鱼 你对这些万物啊 都应该让他生长 生生不息下去 不可以 这个 损害这些生机啊 结果 这个乌玛齐听完以后啊 就很感动 就在晚上 福子健大人 都看不到的情况 老百姓感他的恩德 都不忍心啊 欺骗他 对他的教诲 都记在心上 诸位 长辈 诸位兄弟姐妹们 假如你的孩子 去读大学 念念都想着 父母的教诲 不忍心 让父母担心 哇 那你 你往后这个孩子 你就不用担心了 所以管理教育啊 能够达到 不忍期啊 这是非常好的境界 但那个 不忍期啊 是很自然的交感 因为你信任孩子 你成就他 他非常 感动父母的爱 自然交感 所以人生 每一件事情啊 都不是偶然的 有感有应 父母无私的信任 奉献 赶来的就是 孩子不忍心啊 欺骗父母 其实 我们家呢 是公务人员的家庭 收入并不多 等于是说 温饱 可是 我们三个姐弟啊 都会觉得是 最幸福的人 我们没有很多钱啊 可是我们觉得 我们是最幸福的人 这不是我的心声 每一次跟我两个姐姐 聊起来啊 都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就非常 觉得是幸福的人 内心里有 父母浓浓的爱 我们没有匮乏感 不会去 要求别人 要对我们好 但我们会 很愿意的 把父母给我们这份爱 再去分享给别人 而父母给我们的爱呢 都是在很多细节的地方 我记得 我父亲是公务员 要买车很不容易啊 结果我父亲 买了一步啊 人家已经开过 十年的车 而且那个车 也是小车 当时候呢 我们三个姐弟啊 坐在后座 父母坐前面 后座的椅子 是倾斜的 所以又是十年车啊 座位还倾斜 我们三个姐弟 都是倾 请着身啊 挤在那个车子里面 但是我们的感觉 是非常的幸福 我记得呢 那一台车 因为已经旧了 刚好有一次 在台南的关子岭 爬坡啊 爬到往后退啊 全家人尖叫啊 现在想起来 都是全家人 一辈子的回忆 我们没有很多钱啊 可是父亲买那台车 我们就知道 父亲已经 把他全部的力量 都拿出来 就为了 让我们成长过程中 有这些天伦之乐啊 所以孩子感觉到啦 所以那一次 我们全家是下来推车 把他推上去的 所以这个看到 这个不忍期啊 确实 对自己成长是很触动 那接着这个经据讲啊 西门报 置业 人不敢欺 他非常严苛啊 底下的人民 看到他的言行俊法 都吓得发抖了 就不敢欺骗他 所以这三个 领导者的 治理 政治的才能呢 谁最闲呢 我们去判断呢 应该不难 判断出啊 是福子健 真的用真爱 去对待老百姓 他赶来了 就是老百姓 把他当父母一样的尊重 所以以前的好官啊 要离开 一个地方的时候啊 那真的 老百姓好像 就像丢了自己 亲生父母一样的难过啊 就像明朝的海瑞 去世的时候呢 万人空向 整个南京城 所有的百姓 排着送他走 好 所以这个 第一句呢 信乡敬也 这个信任自己 我记得 我的父亲啊 只有在我 调皮啊 做出很不可理喻的事的时候呢 他才会教训我 而且呢 这个教训的时候啊 会把一根棍子 放在旁边 那个是家法 那个是家法 我看到那个棍子 就想到 事实物者 为俊杰 所以这个时候 要老实 接受 这个父亲的教诲 我记得啊 刚好有一次呢 就这几年的事情 刚好在家里 我爸爸妈妈 就笑着说 说我们两个 都不大会讲话 话都很少 怎么生一个儿子 这么会吹牛啊 结果 我当时候啊 听到父母亲这么讲 我马上第一个反应啊 就想到我父亲啊 每一次我犯错啊 教训我的景象 我就跟我父亲讲 我说爸 每一次你教训我的时候 便才无碍啊 连个逗点都没有啊 所以那个口才是跟你学的 父亲平常话很少 但是为什么 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会讲得这么顺 因为他是真心为我好 为孩子好啊 所以他那个真心流露 句句都非常的恳切 因为我母亲啊 还问我 说你爸爸这么教训你啊 你到底听懂不懂啊 我妈妈每一次都在旁边 她都不插嘴 我妈妈很有教育敏感度 她一插手就坏了我爸爸 教育我了 她都没有插手过 但是她有个问号 到底儿子听懂不懂 当我母亲问我的时候 我说妈全听懂了 真的 真心是离文字的 那直接可以 心与心是可以感受到的 尤其我父亲讲的 最多的一句话 孩子啊 你要自爱啊 所以师父今天早上讲的 圣学就是先教自爱 懂得自爱 就能够去爱人 所以那个自爱 两个字啊 就深深印在自己的心中 时时在自己的一言一行当中啊 要自爱啊 不要做出糟蹋自己的事情啊 人被人家欺负了还不可悲啊 被自己招大了 才是人生最可悲的事情了 所以 因为父亲相信我们 性本善 所以一直提醒我们 要自爱要自爱 这个自爱就是 能在这一生 真正能够恢复我们的明德跟性德 性相敬啊 给我们人生 以至于给我们 面对任何一个人 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 相信每一个人 都能成圣成贤 而习相远对自己来讲 有自知之明 然后呢 就像大学教的 要格务 时时呢 都拿自己的习气开刀 对自己的习气啊 赶尽杀绝 因为假如我们妥协了 我们放纵了 慢慢这个习气啊 它会越来越做大 这个都是不知不觉当中啊 只要我们没有那个警觉性 没有马上把习气 邪念转掉的话 它会做大 好 而 这个习相远呢 就让我们体会到 我们每一天 接触的缘分 非常重要 所以 静珠则赤 静默则黑 我们的教育啊 就从胎教就开始了 就从胎中 就给他最好的环境 他的母亲啊 每一个念头都是善的 孩子开始接受母亲的教化 目不是恶色 眼睛不看不好的 耳不听迎声 耳朵听的都是忠正之乐 好的音乐 口不出傲言 母亲讲话都是非常柔顺的 没有讲粗话傲慢的话 这个孩子在胎中 就秉承母亲的 这个正气 生下来三岁以前 每一天又看着母亲的行仪 这个德行的根呢 就扎下去了 三岁看八十 所以这个静珠的赤啊 母亲是他最好的榜样 给他最好的学习环境 所以周朝最重视胎教 周朝的领导者 是历代初最多圣人的一个朝代 所以他不是偶然的 那不止胎教三岁以前做好教育 包含历史当中啊 孟母三千 孟子的母亲还找到一个学校附近 让孟子住下来 每天都可以去听学校的老师 讲圣贤的教诲 好 那这个习香园呢 就让我们感觉到 接触的环境非常重要 而且啊 学好中年不足 学坏啊 一日有余 比方说我们今天听四天听五天的课啊 结果五天以后啊 去看一片战争片啊 杀人片啊 你一看完 可能这五天学习的效果都退回去了 学好中年不足啊 一接触不好的 可能那个染上这些习性啊 就要花很大的时间再去把它去掉 所以这个是要非常了解 我们整个学习的状态 就像你一滴墨汁啊 滴到这个清水里面 不到一秒钟的时间滴进去的 你要再把它清出来啊 那不知道要花几十倍啊 甚至几百倍的时间 而论语当中又提到啊 理人为美 责不处人焉得志 一定要找一个好的环境 来提升自己 来教育自己的下一代 那我们读到理人为美 谢谢大家